金娃娃 银娃娃 都不如我鸡鸡鸽的这个小狗娃娃 这在外面流浪了好几年 走南闯北的 从南跑到北 从北跑到南 围着中国跑了好几圈 我也在外边晃了好几圈 这一晃就好几年过去了 今年终于我下定决心 不再流浪了 这不 给我鸡鸡鸽在山西大同 整了一个小娃娃 现在终于可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脚踏实际的去干一件事情 虽然我这个小家不这么大 但是真的非常威心 我非常的喜欢 现在的我别提有多么的幸福 上边是我居住的小窝窝 下边就是我创业的小门店 一举两得 还有我心爱的小妞妞 生活这不一好起来了 今儿个安排一下我鸡鸡鸽 自从整了这个小店 就没有怎么正长八点的吃上一顿饭 今天必须得好好犒劳一下我鸡鸡鸽 真的是太辛苦了 天天虽然说忙忙当当的 但是感觉这一天真的是非常的充实 总结一下就是痛苦 感谢观看 妞妞 你也吃一块 这小生活 真的是太美好了 来吧 叔叔 兄弟姐妹们 我就不客气了啊 咱们开始low他了 哎呀 这大粉条 也是我的最爱呀 就是这个味啊 就是在山西 没有大葱了 特别想念 我们山东的大葱 一口咬下去 那是甘甜的 今天这饭菜 方方面面都很到位啊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差了那一口 大葱的味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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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